他 刺头美女 既匪又野 似艳似妖 秦染 我有医中校长的推荐信 彪悍的人生哪有轻松如意 听 有人在那头猙獰满目 林家不是你外婆家 你的言义香 影响着你妹妹 你自己不像我 你也别连了远 小小年纪这么幺 他妈妈也难管吧 哎哟 十六岁就敢把人家倒下开了瓢 听说还送去了急诊室 警察当时来得很快呢 有人在耍心心 虚假面具 一种很好见你啊 为什么姐姐进不了 听说那中午跟直高的人打架 晚上那些人找得过来 我有点担心姐姐 他 禁欲笑衣 腹黑专情 京城贵公子 成俊 他的出现 刺青风吹散了他平日多少的不适 吹垮了他身边的 居甲面具 记得跟他说对不起 过来 我们走 不良学渣妹遇到混世魔王 看似不对等的身份 谁先被看穿了心思 谁就输了 欣然 小提琴天才 六岁 在邻居家自己学完了小学课程后 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跟同龄人玩不到一起去 偶尔还会发狂 邻居都认为他有神经病 避之不及 八岁 自学了高中内容 九岁 自己组装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并用自己的编码攻克了一个黑客网站 从此身居潜出 在普通人接触不到的高层 让人闻风丧胆 代号Q 129侦探所的高级成员 孤郎 徐校长的接班人 出了点事 年轻才能去 什么事啊 高考 成俊 一都的混世魔王 16岁开始创业 国内五强企业 17岁 突发奇想 跟一群人研究机器人 现在这个机器人 在国际展览馆 18岁 去当个小片警 21岁 一都二院做主刀医生 一个月只接一台手术 便他这台手术 还是有事无价 被称为上帝之手 五倍不行 那就五十倍 五十倍不行 加一百倍 必须让他截断 行 我答应过外婆 好好读书 做个好人 如此开挂的二人 为什么会出现在 横穿衣中 一个低调躲藏 一个苦苦追寻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欢迎收听有声小说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呆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呆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一集 八月底 日头当空 小镇热浪翻滚 镇中心卫生院二楼 略显破旧的门边 懒洋洋地 倚着一个女生 她穿着简单的 黑白格子衬衫 低头的时候 领口歪了一下 两个袖子 十分不羁地卷起 再往下 是一条低腰牛仔裤 有点旧了 因为她的动作 一节轻瘦细腻的腰 露了出来 样貌惹眼到不行 护士看到一个男人 第三次路过女生时 她递给女生一根棒棒糖 朝病房内挪挪嘴 啊 然然 你爸妈来了 秦冉低头撕开糖衣 肠结微垂 咬进嘴里的时候 她才半眯着眼睛 是吧 护士择了一声 看不出来啊 说完一句 便拿着病例匆匆离开了 病房里面 就是秦冉的亲生爸妈 宁晴和秦汉秋 两人十几年前 就已经离婚了 秦冉一直跟着外婆 半个月前 外婆生病 眼下需要转院 宁晴跟秦汉秋才回来 秦冉靠在墙壁上 一只腿微微曲起 面无表情地听着 隔着门都能听出来 宁晴的声音 冷漠十足 秦汉秋 我妈情况严重 我带她去云城疗养 秦汉秋看向她 不知是讽刺还是其他 目光复杂 然然被学校退学了 您还真没学校收她 你正好带她回林家 林家路子多 总会给她找个好学校的 我已经带了 宇儿嫁进了林家 你还要我再带一个 陀佑瓶 林家人怎么看我 宁晴有些烦她的 胡搅慢缠 就秦冉那样的 学校想找就能找吗 说起这个 秦汉秋怨气明显 我当初是想带羽儿走 你不要冉冉就要推给我 他们呀 有两个女儿 秦冉跟秦宇 只差一岁 各方面却是天差地别 两人离婚时 为了争取秦宇的抚养权 闹得是天翻地覆 后来呢 还是秦宇自己想要跟着妈妈 这场官司才算是打完了 那时候 秦冉没人要 两人互相推脱 最后谁也不管了 外婆陈淑兰看着可怜 一个人抚养了秦冉十二年 病房内 宁晴看着秦汉秋嘲讽的脸庞 心中憋了一口气 比起轻语 谁想要带一个 打架斗殴的女儿呀 尤其是还要带入豪门 动辄就会被人笑话的 宁晴心里是千百般的不愿意 秦汉秋 是小时候被拐到他们镇子上的 一个穷小子 陈淑兰看中了秦汉秋 结婚几年 宁晴就受不了秦汉秋的不上进了 他除了搬砖就是工地 宁晴干脆离婚 离婚后 宁晴带着秦宇 嫁到了云城有钱人 秦汉秋呢也迅速再婚 跟他现任的老婆啊 还生了一个儿子 日子红火 秦汉秋光脚地不怕穿鞋的 宁晴怕他到时候真去邻家闹 那只会让他更丢脸 只能咽下一口苦水 不甘不愿地带秦染回云城 冉冉 你也 秦汉秋走出病房门 看到秦染 他顿了顿 叹息 林家有钱 你跟你妈过去啊 他们铁定能给你找个好学校 让你读高三 说不定以后还能考个大学 秦染那成绩能不能考到大学 秦汉秋也就是随口一说 秦汉秋现在要养一个儿子 负担也不小 城里的房子还没买 总要为以后打算 来之前呢 他现任妻子就打过招呼了 不能把秦染带回去 秦染往后靠了靠 卫生院走廊上没有空调 闷热的空气几乎凝重 他半低头 手指绕着衣领的第二粒 白玉般的扣子 手指纤细 毫无杂质 犹如凝结的玉枝 裹着朗衣 漂亮的步行的眉眼 又朗又糟 他并不理会秦汉秋 解开这粒扣子后 忽然眯了眯眼 朝走廊上正对着自己的窗户 看过去 眸子里寒光碧现 跟窗户隔着几米远的地方 是一间办公室 对面办公室里 坐在椅子上的年轻男人 穿着禁欲的白大褂 样貌清俊 身材俊挺 卫生院最近新来的主任 江东叶 江东叶看了眼对面 与卫生院并不相配的 高定沙发 沙发上躺着一个人 指尖夹着一根烟 修长且分明 淡色的烟雾勃勃升起 手臂随意地搭着 目光似乎凝了半分钟 江东叶顺着对方的目光 朝外看去 嗯 瞅什么呢 男人穿着黑色丝质的衬衫 窝在沙发上 背靠着沙发笑 小妖挺戏 她侧头 鼻梁很高 皮肤几百 半瞇着眼睛 急长的睫毛遮住了毛底 朦朦胧胧地过分熟了 似是刚清醒 声音低哑 又带了不经意的清冷 血裹着几分的清觉 啊 江东叶翻了叶病历 没听清 抬头一看 瞧见这个风韵极致的颜色 觉得京城里那些男男女女 为了这位三爷疯狂 也不是很难理解了 没你什么事 承俊伸直了大长腿 抵在了沙发上 轻笑一声 然后开口 过两天 这边任务完了 你就会进城 哦 你呢 江东叶回过神来 骨节分明的手指 将烟暗灭在了烟灰缸 承俊起身 两条腿笔直修长 微脸的毛子里 阴晕着雾气 他伸手拍了拍身上 根本就不存在的烟灰 漫不经心地道 有其他任务 宁家的车 就在小镇的卫生院楼下 是一辆黑色的宝马 挂着云牌的车牌号 宁情跟医生交涉完毕后 就直接带着秦冉 跟陈淑兰回了云城 林家规矩多 你别把你的那些坏习惯 带到林家 听到了 宁情偏头 揉了下眉心 秦冉只带了一个黑色的包 将包搭在腿上 半眯着眼睛 有些发困 不在意地点点头 举着一双又细又长的腿 浑身上下 一股子混不练的匪气 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有 有这么困 你昨晚做贼去了 在林家做了十二年的贵妇 宁情现在 举手投足间都是优雅 他最厌恶的 就是秦冉身上 与秦汉秋 如出一辙的匪气 秦冉从兜里 摸出一副黑色的耳机 要给自己戴上 不甚在意 续网吧 打了一晚上游戏 随着他抬头的动作 半挂着的耳机 滑到衣领里 搭在了脖子上 你以后不准去网吧 宁情看着他这副 不务正业的样子 咬牙 别不服管 你要是拿出 宇儿的十分之一 我也就不用对着你 这么耳提面命了 林家不是你的外婆家 你的一言一行 影响着你妹妹 自己不想好 你也别连累了宇儿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开局一张嘴 装备全靠吹 看穿越到游戏世界的老王 如何用实力证明 什么是嘴强王者 点击泡不条收听 爆笑热血的玄幻多人剧 《欲九天》 哈喽 我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 我是你们的主播 一念成魔 今天呢 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 嬷嬷刚刚上架的 一本新书 叫《欲九天》 这是嬷嬷尝试的 第一本难评作品 和以前是有很大不同啊 这是集 爆笑 热血 以及 玄幻修仙为一体的 一本玄幻大作 一本多人剧 那么 它讲了什么呢 它讲的是 王峰创造了一款游戏 叫《欲九天》 在即将功成名就 走向人生巅峰的时候呢 穿越到了九天世界 也就是这个游戏世界里 于是 就开启了 王峰 我们的主角老王 在九天世界里的 奋斗故事 那么老王有一个特点啊 他是 嘴强王者 什么叫做 开局一张嘴 这个装备全靠吹 说的应该就是老王这种了 反正就是一个 很奇特的主角吧 无节操 无底线 一张嘴是 能把活的变成死的 死的说成活的 就这么一个人 那这本书的作者 我也要隆重的介绍一下 他是 阅文集团的白金作家 叫骷髅精灵 哦 很多朋友可能知道 这位作者 他可是我们 网文界的一尊大神 那么我们这次的制作团队 也是超级强大 特别邀请了我们 小伙伴们最喜欢的 一些主播 以及 新加入了一些 小哥哥小姐姐 同时有我们 强大的后期制作 在保证着 绝对好听 绝对的上瘾 当然 听书 还有福利呢 具体呢 在我们的专辑页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的福利详情 但是我要提醒一点啊 就是 喜马拉雅上 有一本书 和我们这本书 撞名字了 同样的名字 但不是一本书 不是一回事 所以呢 大家要擦亮你的眼睛 要先认准 哪本是我们 是一念成魔 的这个作品 一念成魔 播的《欲九天》 那我在书名上 《欲九天》后面 我加了一个 一念成魔 方便大家去辨认 大家听到我的声音 也能够辨认出来 好了 这么好听的作品 希望大家多多的去订阅 多多的收听 同时呢 我们每天的晚上 会在 嬷嬷的直播间 每天晚上九点 在嬷嬷的直播间 会等着你来抽奖 大家都可以过来 兄弟姐妹们 《欲九天》 订阅收听走起了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二集 一想到还要去找关系 让林奇把秦冉再弄紧高三 宁晴愈发烦躁 以秦冉现在这情况 他是找遍整个云城 也找不到一个 愿意收他的学校的 当年啊 宁晴仗着好样貌 嫁给了丧妻的 房地产生意人 林奇 秦宇小时候就极其聪明 长得好看 也讨喜 成绩优秀 天赋出众 从来没有让林家人 为他学习上的事情 超过一次心 不管放在哪儿 都是其他人口中的 别人家的孩子 林家人对秦宇 满意的不行 宁晴带着秦宇嫁到林家 自然是高兴的 可想想 接下来要带着秦冉去林家 宁晴连中午饭都没胃口吃了 下午四点 黑色的宝马 停在了云城林家的别墅前 夫人 开门的是一个 穿着蓝色上衣的中年女人 见到宁晴后面的 陈淑兰和秦冉 目录诧异 宁晴胸口有些闷 她心烦意乱 张嫂 你带我妈跟冉冉先进去 宇儿要下课了 我去接她 秦宇 一向都是林家的司机接送 今天宁晴亲自去接 说白了 还是烦心啊 不想在家里对着秦冉 要出去喘口气 张嫂目送宁晴离开 这才偏头看向两人 目光中透着怀疑 老太太 秦小姐 她上上下下 用极其隐晦的眼神 扫了两人一眼 再开口 进来吧 说着 当先侧过头 在前面带路 在两人看不见的角度 撇了撇嘴角 陈淑兰一路走过 看到装修精致的欧式建筑 手指无意识地 攥着衣角 停在大厅门边 张嫂刚要拿出拖鞋 却看到陈淑兰就这么穿着鞋 走进大门了 陈淑兰脚跨进去后 才感觉张嫂 望着她诧异的眼神 她虽然是乡下人 但是一向爱干净 鞋上跟衣服上都没什么灰尘 张嫂的目光如芒在背 可外孙女就在旁边 陈淑兰极力忽视张嫂的视线 挺直腰板 她往回走了一步 想要换鞋 却见张嫂将拖鞋又塞了回去 邻家客房挺多 张嫂摸不准宁情现在的态度 将两人带到了三楼的一间客房 在二楼拐角处 看到一间半敞开的房子 里面摆着的名贵小提琴 露了一个角 秦燃多看了一眼 张嫂瞥秦燃一眼 面无表情地说 那是二小姐的琴房 秦燃挑着眉眼 懒懒散散地跟在张嫂的身后 漫不经心地想着 看来秦宇在邻家挺受宠 楼上的客房挺单调 这是洗手间 热水器会用吧 张嫂打开了卫生间的门 介绍 仿佛他对面的两人是山顶洞人 秦燃坐在矮桌面上 一只腿微微曲起 一手随意拨弄着摆在矮桌上的鲜花 袖子晚了一解 露出细白的手腕 二位先休息 需要什么叫我一声 我就先下楼了 张嫂说了几句注意事项后 就下楼去厨房帮忙了 她离开后 秦燃锁了门 陈淑兰看着一尘不染的漂亮房间 略微思索着 好伴上笑着说 这位张嫂 看起来人挺好相处 以后 你跟你妈 唉 秦燃将背包里的东西 往桌子上一倒 温言挑了下眉 没有开口说话 陈淑兰看着秦燃 在摆弄自己的东西 也没有打扰她 这个外孙女 古里古怪的东西特别多 上一次起来 看到桌子上摆着的 反射着寒意的枪 陈淑兰着实被吓到了 不过后来秦燃说呀 那只是一把仿真的玩具枪 秦燃屈腿坐在桌子上 摆弄着背包里的东西 一台没有标志的笔记本电脑 看起来挺新的 也没有牌子 她随手放在桌子上 没有去管 又拿出一个十分厚重的手机 她继续扔在桌子上 她东西一向乱 在一堆物品中啊 挑出了一个白色的塑料瓶 拿起来的时候 还发出了晃动的声音 里面是水 外面 只用黑色的笔 凌乱地画了一个大写的Q 还贴着一张便签 秦燃将便签撕下来 上面乱七八糟地写了一串字符 旁人看来只是一串乱码 她看了半赏 扔到一边 手中只拿着白色塑料瓶 偏头看了陈淑兰一眼 纠结了一下 还是塞回兜里 不多一会儿 张嫂上来敲门 先生跟大少爷回来了 正在楼下 想要进进二位 楼下 林奇跟林锦萱 正在低声说话 毕竟又要带一个女儿回来 宁晴没有这个胆子 擅自做主 在卫生院的时候 就给林奇打了电话 听说休学了一年 在原来的学校寄了大过 是个刺头 宋静一中有点够呛啊 林奇想着宁晴的要求 忧心地拧着眉头 她原本以为秦宇那么乖 她的姐姐也差不到哪儿去的 当时就没有多问 眼下倒是麻烦了 林家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般劣迹斑斑的人呢 林锦萱眉眼默然 一手搭在沙发上 歪头按着手机 似乎在跟人聊天 林奇说话的时候 她甚至连头也没抬 对林奇口中的情染 兴致缺缺 只是 在听到楼梯口动静的时候 她不经意地抬眸瞥一眼 帐浪中 林家是云城的薰贵之家 网上数三代 在云城都小有名气 林奇今年五十不到 没有一般人这个年纪的富态 依稀能够看出年轻时候的风采 温和儒雅 金丝边框眼镜下的那双眼睛 总是在不轻易间 显露出从生意场上 浸淫出来的锋芒 宁晴能嫁给林奇 连秦染都觉得是她运气好 林奇的手里捏着根烟 想了想又放下 小秦跟我说了冉冉的事 您放心 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着手安排了 陈淑岚是个农村人 没有多少文化 第一次来这种处处充满了贵气的家族 手足无措到有些慌 即便是林奇对她的态度很好 她也还是有几分的不自在 林奇感觉到了 只是笑着陪陈淑岚喝茶 偶尔说几句不让陈淑岚尴尬 一起等着宁晴回来 秦染疾背靠着沙发 懒懒散散地按着手机 应该是在玩游戏 她的手指纤细漂亮 在透过落地窗的光线下 白得过分 眉眼滴滴地垂着 从林锦萱这个角度 正好能够看到她长而卷的睫毛 微微地颤抖 似乎是感觉到了她的窥视 对方慢吞吞地抬起头 干净透彻的眼睛 眸底没有陈淑岚那般的惶恐不安 平静犹如寒潭 漆黑 深邃 九分冷 余下的一分 是骨子里怎么也掩盖不了的 桀骜与废弃 林锦萱捏着茶杯的手 顿了一下 也没有被抓包得尴尬 摇摇一笑 秦燃散漫地收回目光 不紧不慢地换了个姿势 继续按着手机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呆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三集 从未被人冷过的林锦萱 再次地愣了愣 扮上之后 她反应过来 将亮着的手机屏幕按锡 往后靠了靠 一审 温温尔雅的脸上 多了玩世不恭的皮 果然跟林奇形容得一样 是个刺头 傲得不行 陈树兰知道秦燃爱玩 平日里没事就喜欢玩游戏 她也不是没有管过秦燃 可是 只要对方用一双 漂亮的步行的性眼 看着她 眼底阴晕着雾气 这谁能受得住啊 陈树兰就什么脾气都没了 还能怎么办 那就惯着呗 别说玩游戏 就算是逃课 陈树兰都是昏君一样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她活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第一次 这么溺爱子孙 可眼下秦燃打架 休学一年了 陈树兰又查出了病症 这一次 她狠心不管秦燃撒娇 对方不管用什么方法 她都打定主意 让对方来云城上学 林家当家做主的林奇就在眼前 陈树兰一心想要秦燃在林奇面前落个好印象 她不止一次提醒秦燃 别玩游戏 要在林奇面前好好表现 就是舍不得准她呀 陈树兰发愁 这位是大爷啊 这以后她不在了 谁能治得了她呀 一屋子的人各怀心思 没怎么说话 直到宁晴带着秦宇回来 气氛陡然缓和 林奇看到跟在宁晴身后乖巧好看的秦宇 脸上的笑暖了几分 一直对秦燃跟陈树兰十分朗淡的张嫂 侧身迎了上去 接过秦宇手中的书包 语气恭敬 夫人 大小姐 坐在沙发上的人 包括林奇都站起来了 秦燃在陈树兰的当势下 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靠着沙发站着 朗朗轻轻地看向秦宇跟宁晴 又冷又傲 只是看了一眼 就低头看着手机 倒也没有玩游戏 似乎是在跟什么人聊天 秦燃这履历啊 搁在普通人群里都是岔的不行 更别说放在 卓儿超群的林锦轩面前了 想到这儿呢 宁晴心里有些烦躁 宁晴哪里有脸在 林家继承人林锦轩面前提秦燃呢 一说那可不就是笑话吗 所以她一直在跟陈树兰林奇说话 半个字不提秦燃 月儿为一中的校庆活动排练 所以回来晚了 只是说起秦宇 宁晴就眉飞色舞 神采飞扬 小提琴表演 陈树兰也觉得稀罕 惊讶地看了秦宇好几眼 张嫂端过来两杯茶 听到陈树兰的话 她笑眯眯地开口 小姐从小就学校提琴 都过了九集了 学校里一有活动啊 就会请小姐压轴 这句话 让宁晴自豪又骄傲 这是她花费了无数心力 培养出来的女儿呀 陈树兰本来也挺欣慰的 可是听到张嫂意有所耻的语气 她心里有些不太舒服 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 秦宇回来后 就直接走到了林锦轩的身边 挽着林锦轩的胳膊 仰头笑着 哥 你怎么回来了 有个笑目 林锦轩半眯着眼睛 语气少见得轻慢 毕竟是林家这辈分啊 唯一的女生 秦宇在林家十分受宠 林锦轩对她也有些放纵 她一边说着 一边朝秦冉那边看了一眼 对方一只手插在兜里 一只手拿着手机 漫不经心地靠着沙发玩着 捶着眼 看不清表情 林锦轩的异样 秦宇看到了 她下意识地偏头 在回来的路上呀 宁琴就给她打过预防针了 秦宇自然知道秦冉的存在 她在秦冉那张脸上 微微顿了一下 然后十分平淡地收回了目光 保姆很快就摆好了晚餐 吃饭的时候 林锦看了秦冉一眼 想了想 开口 就秦冉一中吧 还能跟羽儿互相关照 语气不急不缓 林锦说完这句话 饭桌上的气氛就变了 秦冉本来在吃饭 听到林锦的话 拿着筷子的手一顿 她看了一眼秦冉 似笑非笑的样子 秦冉 跟我同期 秦冉 是比秦冉大一岁的 连站在一旁等着的张嫂 都不由自主地瞥秦冉一眼 四朝四讽 随即垂下脸 她还以为 秦冉是来云城上大学的呢 宁晴 脸色有些僵 来林家这么多年 从未觉得这么丢脸过 她身边的林锦 面色如常 语气挺温和 你姐姐因为一些事 要重读一年高三 重读一年高三 不管怎么说 成绩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秦冉笑笑 然后点点头 乖巧的不再出声 林家人谁不知道 秦冉 长期占据年纪前五 宁晴终于反应过来了 实际上啊 她的意思是把秦冉 塞到私立学校 却没想到 林奇要让秦冉去一中 众所周知 一中是云城最好的学校 把秦冉这种有黑历史 成绩还烂得不行的人 弄到一中 先不说林奇花费了心思 欠了一中校长人情 一中基本上是学霸 秦冉这样的 在一中也是异类了 可一中也不是好近的 宁晴知道这一点 心情郁闷 瞬间倒了胃口 少请 想起了什么 然然 我记得你小时候 报过小提琴班 现在多少集了 一中是有艺术班的 秦冉咬着一块排骨 低着脑袋 认认真真地啃着 神色漫无惊心 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 宁晴刚想发火 林奇的一记眼神看过来 他忍下火气 冷着脸 将刚刚那句话 又重复了一遍 秦冉的坐姿 实在是不怎么规矩 翘着二郎腿 一手拿着筷子 另一只手的胳膊 就撑在桌子上 大佬的坐姿 又狂又傲 似乎是现在才听到声音 秦冉抬了抬眼眸 听到秦冉学过小提琴 林锦轩也抬头看他 他听到秦冉开口 小提琴 说到这儿 他的手撑着下巴 忽然就笑了 声音寡淡 有两分的凉薄 那个 我不会 不会 什么不会 你小时候就开始学了 宁晴手捏着筷子 骨骑突起 咬牙道 我每年都要给你 打一笔钱 去学小提琴 徐老师说你天分好 嗯 秦冉漫条斯理地 拨弄着排骨 徐老师儿子的脑袋 被我开瓢后 我们就没见过面 饭桌上 泥满着诡异的沉默 秦冉就支着下巴笑 又坏又冷的那种笑 微微地挑着精致的眉眼 又有少年人的桀骜 细看 似乎还有一分浅薄的狠 用宁琴的话来说 就是匪 既匪又也 似咽似腰 偏偏又摸不着 碰不到 这是什么神仙嵌奏的表情啊 又是什么神仙嵌奏的语气 宁琴瞅她 眼烧气得阴红一片 秦冉 医中有艺术班 宁琴记得 秦冉小时候 琴学得不错 学习不好 换条路子 走艺术也是条出路 没想到 秦冉兜头就给她 这么大一惊喜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呆小蕊 后期制作 季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四集 林奇下午 看过秦冉的资料 知道对方是个刺头 却没想到 这么扎人 张嫂给宁琴端了杯茶 宁琴叹了口气 喝下 等一口气 顺过来 也没再提这件事情 只是紧绷的后背 显示着她心情不大爽力 林奇生意场上忙 她自然没得个闲鱼时间 围着陈淑兰 跟秦冉转 又或者 她觉得没必要 吃完饭 基本上就各自散开了 秦冉见林锦萱 接了个电话出门 乖乖巧巧地 跟宁琴说了一声 就上楼拉琴去了 宁琴看看小女儿 又看看大女儿 明明都是她的种 怎么生出来的差别 这么大呢 你跟外婆暂时住三楼 我待会儿让张嫂 再收拾一间屋子出来 宁琴捏着眉心 微微偏头 压了压心头的火气 低了声音 二楼除了卧室 就是你妹妹的琴房 你没事别打扰她 秦冉一离开 她脸上的温情就退去了 秦冉靠着扶梯 点了点头 表情淡漠 秦冉这态度 还算是听话了 遇见了一整天的宁琴 表情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毕竟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到底有那么些感情的 宁琴跟陈淑兰说了几句生活上的事 转头看到秦冉又拿起了手机 她眉头一簇 就要说道说道 偏巧 二楼上的琴房没有被关研 悠扬婉转的小提琴声音 穿出来 宁琴一脸欣慰 转而跟张嫂说 看来鱼儿过不了多久 就能去考十级了 然然啊 你多学学你妹妹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话头说着 又转向了秦冉 秦冉看了一眼二楼 她抬了抬眼皮 一双杏眼脸着几分坏 有漂亮的要命 依旧是匪的不行 她转身 上楼 一双腿又直又长 没有搭理宁琴 得 很社会 宁琴指着她的背 脸憋得烟红 脑中想着 竟然是怎么拿着砖头 一下一下汪人的脑袋上砸的 陈淑兰眉眼一跳 可又舍不得指责秦冉 就可劲地安抚宁琴 楼上 保姆已经把陈淑兰的东西 拿到隔壁去了 秦冉洗了个澡 头发也没有彻底擦干 她一边系着浴袍的袋子 一边伸手从背包里 拿出那看起来很新的电脑 电脑旁边 是那厚重的手机 跟那平日里玩游戏的手机 不太一样 她没有看手机 将毛巾按在头上 电脑被她放在了桌子上 刚打开盖子就秒出现桌面 电脑桌面很干净 除了满目的沙漠背景 止于白色的鼠标箭头 再也找不到其他的图标了 很热情又很压抑的沙漠色 秦冉伸手按了几个键 然后起身去倒了杯水 端着水坐到椅子上 电脑上就出现了一张脸 对方穿着白色衬衫 在异国大陆上 一手拿着手机 一手拎着医药箱 穿着雪白的衬衫 睫毛很长 皮肤很白 可以用漂亮来形容她那张脸 有人在查你 竟然靠着椅背 喝了一口水 京城的人 对方资料我发给你了 竟然六岁时 在邻居家里 自己学完了小学课证后 就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她跟同龄人玩不到一起去 偶尔还会发疯 邻居都认为 她有神经病 避之不及 宁晴跟秦汉秋 每天专注吵架 没有太关注过她的情况 只知道她喜欢打架 神经有问题 也不愿意去学校 离婚的时候 都不愿意带她走 八岁 秦染自学了高中内容 九岁 自己组装了人生的第一台电脑 并且用自己的编码 攻克了一个黑客网站 视频里这个男人 眯着一双有些腰的眼睛 他鼻梁很高 长相风流俊美 就算在异国 来来往往的人都忍不住回头 顾西迟 一个云游四方的医生 医术高超 脾气古怪 全世界到处游历 给穷人治病 这一次 国外出现了恐怖袭击 他立马就拎着自己的医疗箱 去拯救世界了 秦染只知道他是医生 顾西迟 顾西迟也只知道 他是黑客秦染 两人有过命的交情 但却从来不打听对方的事 我没事 顾西迟将烟咬在嘴里 拿出另一个手机 查收秦染发给他的邮件 含糊开口 小朋友 可这件事你别管 我找人解决 顾西迟看完资料 不动声色地把手机放回兜里 对方有来头 秦染将杯子搁在桌子上 顾西迟随意地点点头 秦染抓起被自己扔到一边的毛巾 一腿搭在另一边的桌子上 动作轻而慢 也都不行 他继续擦着头发 声音不紧不慢 你随意 别失落 等你再成长成长 至少得跟 最近国内网上一直传的 华萌那个Q一样 哥 就待你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 顾西迟找个外国人问了路 顺嘴安慰了他一句 真正有技术的黑客 身居浅出 在普通人接触不到的高层 让人闻风丧胆 Q 一个代号 性别为之 姓名为之 年龄为之 长相为之 三个月前 七名大学生在国外失联 大使馆沟通国外定位 因为涉及军事领域的卫星 询问卫国 在国内引起了渲染大波 网络上讨伐无数 大使馆的成员 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名黑客横空出现 黑了那个国家军事防御的卫星系统 资料很少 大使馆的人也只是看到末端的那个代号Q 一个从未在黑帽大会上出现过的平民黑客 因为这次的行动当即封顶 与黑客界五大黑客齐名 并被国际刑警盯上 在那以后 Q这个代号在国内火了 几乎是一个神秘的代言词 被称之为当代的黑客教父 因为这件事情 今年国内的计算机分数线高到可怕 关于Q这个人的传说版本太多了 但始终没人能找到蛛丝马迹 秦冉没有抬头 没有外人在 他放肆随意 会松松地搭着 灯光下 拿着毛巾的手是苍冷的白 挂了 这么早 顾兮实笑着 与那头给他指路的人道谢 目光又转回了手机屏幕 顿了一下 在秦冉伸手按掉链接之前开口道 小冉儿 你现在的状态很危险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呆小蕊 后期制作 G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五集 事业 横穿衣中 小衣室 灯光很柔 女生一手捂着左脸 坐在医生对面 表情艳艳 止痛药加假消错 只能够缓解丫头 明天还是要去大医院 说话的青年坐在椅子上 一手拿了两盒药 一手给女生写了个单子 我写个单子 明天找你班主任请假 灯光下 左耳上的耳钉折射出的光芒 又亮又冷 青年眉目清秀 头发很骚的 调然了几缕银色 谢谢 女生刷完校园卡 感激地看她一眼 只是因为牙疼 神情依旧是艳艳不振 青年白手说没事 丢下笔 扭头朝后面看去 俊爷 女生转身 侧身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 看到角落里的沙发 沙发边 侧搭着一只手 手指很自然地锤着 骨节分明 修长匀衬 很艺术的手 青年摸了摸自己的耳钉 低声开口 八点了 这次让我很难吗 成俊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 接连几天都没怎么睡 发困得很 她漫不经心地恩了一声 嗯 去找姜冬夜了 其余的没解释 她动作一向神秘 连成家老爷子都不太清楚 青年没有多问 成俊单手撑着沙发边侧站起来 黑色的衬衫 袖口卷了几刀 露出半截手腕 薇扬的眼尾有些疏了 眼型太过好看 不笑的时候 也春水艳艳 像黎明的白桥薇 半晓后 她捏了捏手腕 声音轻描淡写 回去吧 青年立马走在前面 恭恭敬敬的 成家的那位俊也 帝都的混世魔王 十六岁开始创业 公司做到一半就丢给她姐姐 现在呀 这个公司是国内五强企业 十七岁的时候突发奇想 跟一群人研究机器人 现在这个机器人呢 在国际展览馆 十八岁时 又去当了个小片井 二十一岁 帝都二院做主导医生 她这医生啊 却又和别人不同 一个月直接一台手术 偏她这一台手术呢 还是有恃无价 没有其他原因 因为她的那双手 被称为上帝之手 眼下 她好好的帝都都不呆了 又来一个普通的学校 当校医 唉 只她这校医啊 跟别人又不一样 她带了助理 每天的工作 都有助理做 明明是世家贵族后代 到最后呢 不从军 不参政 不经商 在国外大学挂了个名字 也不去上课 不是其他的世家子弟 她不上境的 似乎有点过头了 偏生这位俊爷在帝都啊 别人提一句都要胆战心惊的 因为 他是成家老爷子的老来子 老爷子十分偏爱他 帝都包括成家 有些人都不懂 这老爷子 严格了大半辈子 怎么到头来 对这么一个 不上境的儿子 这么宠呢 啪哒 小医师门锁上 女生手上拿着药 浪在原地 没什么反应 好伴上后 等那黑色的身影不见了 她再反应过来 嘶的一声捂住左脸 疼啊 一日一早 秦染下楼吃饭 她浑身缠绕着低气压 眼底阴晕着有些斜的红 不知道是起床气 还是一夜未睡 待会儿陈助理带你去医中 宁晴将手中的筷子放下 抬头 我约了专家 给你外婆看病 早先秦宇开学的时候 宁晴是亲自送去的 眼下她却丢不起这个人呢 将来还要应付林家 那群看热闹的亲戚 宁晴摇了摇牙 持恨秦染不争气啊 不多说 只要有秦宇一分 她也满足了 林奇一手拿着报纸 一手拿着电话 从客厅走过来 宁晴问她怎么了 林奇面露难色 是冉冉的事 她看向秦染 带着歉意 叔叔很抱歉 丁主任刚刚回了话了 说你大概率是 进不了一中的 宁晴手指捏紧 林奇的话 让她有些难堪了 秦宇喝完了牛奶 把张扫地给她的包拿上 站起来的时候 偏头问林奇 妈 鱼装很好进的 为什么姐姐进不了啊 她微微偏着脑袋 挺乖挺好看 语气不解 宁晴手指抖着 周围佣人投过来的目光怪异 她像是被扒了遮羞布 难看到羞耻 先去上课啊 要迟到了 林奇抬头 看着秦宇的目光略显无奈 转而看向秦冉 这件事是叔叔不对 文德高中 师子比起一中也不差 鱼儿 是吧 秦宇忍不住笑 然后点头 拿好包就要出门 秦冉的起床气很大 好的一点是 她不会乱发脾气 她低着头 嘴里咬着油条 眼睫毛长地遮住了 那双贼好看的眼睛 那个 不麻烦叔叔您了 分明是有些克制下的表情 却又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浪荡 漫不经心地开口 我有一中校长的推荐信 秦陈的资料 林奇看过 这姑娘就是纯混混 在原来的学校成绩到底一不说 打架斗殴不计其数 休学一年 这休学的原因也模糊不清 一中向来看重升学率 秦冉的各科历史成绩太差 丁主任含糊其词 不想收她 知道秦冉可能差 又哪知道 她差到丁主任嫌弃成这样 她索性随便给她找个私立学校 眼下倒是怪了 秦宇扑的一声笑了 侧身看向秦冉 你说 你我们校长的推荐信 一中是一所老名校 能够混到校长这个位置的 世家手段都绝对不重要 尤其是现任的一中校长 听说是神龙见首不见尾 连林奇最先找到的 也只是丁主任 秦冉出身不是秘密 穷乡僻壤的 哪里有机会接触到一中校长啊 是 秦冉抬手 眼瞼一盖的 她往后靠了靠 黑色的背包就挂在她正坐着的椅背上 伸手从里面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 够了 宁琴一拍桌子 声色利润 谁教的你 这谎话张口就是 不嫌丢人哪 她没想到 她为秦冉舍了脸去求林奇 对方却不知好歹 烂泥扶不上墙 不外如是 妈 您别气坏了身子 秦冉转身回去 拍着宁琴的后背安抚 指一道 或许姐姐手上的 真的是我们校长的 宁琴冷笑 她做的荒唐事多了去了 你别替她说话 本来就是被秦汉秋威胁着带来云城的 宁琴心里老大不爽力了 林锦轩带着一身的陈璐回来 见这情况 眼烧一转 笑问道 这是怎么了 秦冉转到林锦轩的身侧 大致一说 这整件事情都挺荒谬 欣然喝完粥 手指捏着信 拿着黑色的小背包 从椅子上站起来 我去学校了 她穿着纯白色的短袖T恤 挺宽松的 皮肤几白 她往外走着 不紧不慢的 没有将屋内的一场闹剧 放在心上 身后 宁琴气疯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六集 姐姐能去哪儿啊 其实只要认个错 也没 她没骗你们 林锦轩忽然开口 林奇 秦宇 这几人还没反应过来 林锦轩回忆着 刚刚那封信上的印章 揉了下太阳穴 谋色不明 那封信上盖着的 是徐校长的司章 以前我在学生会的时候见过 大厅里万籁俱计 一直未曾开口的林奇 也是明显的惊恶呀 宁晴在原地 她张了张嘴 这一转变让她当机 心情复杂 还未反应 就听到林奇 温和地开口询问 冉冉 认识一中校长 金宇抓了手里的包 滴滴地说了声再见 转身去学校了 眼眸垂着 看不清眸底的表情 横穿衣中 校长是 带着老花镜的老人 坐在办公桌前 衣服整洁干净 一丝不苟 镜片后的那双眼睛 藏着风锐 女人 跟一个稍嫌老太的中年男人 推门进来 女人声音拘谨 徐校长 她眉毛杂又乱 眼露三白 嘴角微微下垂 略显刻薄 挺不好惹的长相 这是高三一班班主任 李爱荣 一中唯一的女性班主任 徐校长 放下手中的笔 她看了一眼 翘着二郎腿 坐在角落里的女生一眼 李老师 这里有个学生 我想让她去一班 徐校长 简明扼要地 说了大概的情况 高三插班的少见呀 李爱荣接过两份资料一看 看到历史成绩 眼睛一眯 这学生不是戒毒 成绩还要进入学校的档案 李爱荣不卑不亢 也丝毫不退让 这样的学生 放在我们班 就是一个脚屎棍 影响一般的风气 校长 您没跟我开玩笑吧 李老师 有学生在 你注意言辞 身侧 中年男人皱眉 男人微胖 眼睛有点小 脸上总是笑眯眯的 一副米勒佛的样子 这是酒班班主任 高阳 高阳知道 角落里坐着的那女生啊 大概率就是要转来 医中的学生了 当着学生的面 说脚屎棍 心里素质稍微差的 肯定受不了 高老师 你带的是普通班 风凉话说得好 等放到你们班 你还能这么淡定 有这时间 不如琢磨琢磨 怎么管好学生 提高升学率 李爱荣恼怒了 他带的是特别班 都是校前一百的学生了 李爱荣明年想拿个省十大优秀教师 整个云城就一个名了 班里多个拖后腿的 他的履历也不好看 风险就大了 若是我的学生 我自然会负责 高阳一向不赞同 他差别对待学生 徐校长坐在椅子上 没有说话 只是抽空看了看 坐在椅子上的女生一眼 目光似是询问 秦染 抬了他眼皮 不动声色的汗手 他不冷不淡的 若不是那眉眼里 藏着的不太分明的少年人的桀骜 倒也挺有欺骗性的 徐校长收回目光 伸手扶了一下眼镜 示意李爱荣把资料给高阳 高老师啊 你愿意带这个学生吗 高阳一目三行地看完资料 心中豪气万丈 他要拯救这个迷途少女 见高阳答应了 李爱荣松了一口气 劫后余生啊 秦染就拿着自己的黑色背包 徐徐地跟在高阳身后 身形轻瘦鲜长 高阳问话 他就回答 半滴着眉 声音浅浅淡淡的 三分一眼 哎呀 多乖多好看的学生啊 高阳心想 李爱荣就在两人前面 他踩着高跟鞋 没有看秦染 只是侧眸 上上下下扫了一眼高阳 耻笑 难怪高老师教书二十多年 还在远地踏步 高阳只是笑咪咪地看向秦染 秦染 别放弃 还有一年 一切皆有可能 秦染点头 李爱荣邪逆着秦染 撇了撇嘴 难掩轻蔑 高阳真是疯了呀 蹬着一双高跟鞋 直接离开了 李老师就是这样的人 他教我们班英语 高阳皱了皱眉 也没有理会李爱荣 准备带着秦染 去领校服跟书本 秦染问他校医室的位置 两人一边说 一边向外走 高阳忧思着 就是成绩实在是太差了 不知该从哪儿入手啊 高老师 稍等 徐校长的声音从门后传来 他手按着老花镜 我这里有张卷子 想请你批阅一下 高阳是横川医中的数学组组长 去年带过高一年纪的数学竞赛班 校长 高阳推门进去 胖胖的脸上迟疑着 问道 您需要我批什么卷子呀 徐校长拉开第一个抽屉 从里面拿出一本书 是追风筝的人 书册有暗红的印记 像是干涸的血 徐校长伸手扶了扶封面 微微地低着头 手指停留在书封上 从书里抽出一张卷子 指尖似乎还透着不明显的苍凉 你看看 徐校长把卷子递给高阳 卷子折叠得很整齐 有些旧 打开之后 卷面有些压不平的细微褶皱 似乎被人揉成了一团过 高阳看着这卷子 很明显的一愣 这是去年的国际奥赛卷 高阳去年带奥数班 做过不少的题 这一套卷子 他对着答案做了三遍 才弄清楚 第一眼看到的是字 姿态横生正义交错 粗细变化明显的线条 肆意挥墨 自成一调的字 比例沉冽 从内到外的 任情自性 即便是隔着一张卷子 高阳几乎能够看到 写卷子的人 是怎样拿着笔 梁博又带着野的步行的狂 摇摇地朝他笑 奥数题是去年 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题 并不再往上流传 高阳去年研究过这条卷子 看起来很快 有很大一部分的解题思路 跟他看过的答案不一样 可大方向是对的 卷子上的题不多 但是高阳硬是看了好长时间 我不太懂奥赛题 所以让你看看那孩子做得如何呀 徐校长给高阳倒了杯茶 递了过去 高阳借过杯子 没有立马喝 只是拿着这张卷子 又真实地看了许久 徐校长 这是谁做的呀 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徐校长没有回答 他拿着茶杯 轻声地问 似是叹息 做得好吗 何止是好啊 高阳说着语气遗憾 又带着几分的探究 若是早两年 让我见到这个学生啊 奥赛的金牌 肯定能捧回来 徐校长笑了笑 没再回答 高阳忍不住问 是我们学校的吗 学校数学最出色的 要数他们办的徐咬光 还有就是早些年毕业的林锦轩 但都比不上这个 做卷子的人 这要是他们学校的 又要创新高 可想想也不大可能 他不会没听过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七集 小仪式 很简单的纯灰色门框 门半开着 不远处 一群上体育课的女生 一群上体育课的女生 互相嬉闹着 看着笑一世 似乎这里有什么宝贝 陆赵颖 摸了摸左耳上 笨拢 不凌不凌的耳钉 微笑着打发了今天早上第二十三个女生后 朝侧躺在沙发上的成俊 笑着说 你行情一如既往 成俊 拉了拉身上的毯子 闭嘴 别臭臭 陆赵颖给自己的嘴巴上了链条 眼一抬 擦 这女儿好看 陆赵颖理了理自己的白大褂 拿好黑色中性笔 拖着身影打招呼 又骚又浪地开口 妹妹 哪里不舒服啊 轻染 目光越过她 看橱窗里的药 有安眠药吗 安 安眠药 上午打着看病 实则看成俊的女生太多了 这是第一个 言辞肯借的来买药的 陆赵颖挺稀罕 安眠药是处方药 可可不能给 要几片啊 陆赵颖恶然回头 成俊修长干净的手指 停放在安眠药的盒子上 抬头看向秦燃 十片 秦燃看向那盒药 成俊点点头数出了十片药 用白纸包好递给秦燃 秦燃接过来 没想到这么顺利啊 他捏着药顿了顿 又看向成俊 谢谢 秦燃慢条丝里的将要放好 那张脸生得极美 没有什么表情 精致的眉眼 却脸着藏不住的乖丽 眼白染了点细微的血丝 分明是没那么纯粹的掰了 朦朦胧胧的 看上去却平天几分野性的狠 他穿着纯白色的T恤 靠近衣领的地方 锁骨若隐若现 白的晃眼 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 成俊侧着身看他 忽然笑了笑 他说 不客气 处方要需要签名 他推过去一张病历 秦燃左手拿着笔签了名 成俊低头看了看上面的名字 秦燃 等人走了 陆赵颖反应过来 你认识他 成俊半眯着眼 笑得好看 腰戏 啊 成俊不再说话 有情况 陆赵颖摸着下巴 笑得猥琐 成俊瞅着病历上 明显不怎么好看的字 轻描淡写地说 我是校医室的医生 职责 陆赵颖赋肥 现在想起来你才是这里的医生了 浅灰色的大门外 又一群女生推让着进来 陆赵颖看向成俊 成俊折身回去 然后是三个漫不经心的字 别瞅我 陆赵颖无语 他朝秦燃离开的方向看了看 对方除了那张脸 好看得要命 看不出什么特别的呀 字还丑得可爱 俊爷不至于放着满京城 追他的名媛不要 看上内妞了吧 高三九班 鱼龙混杂 最后一排 寸头少年耗在桌子上 低声开口 徐少 他听到了 秦孝花扫上不开心啊 是因为他那个姐姐 你说 林叔怎么想的呀 把他安排到医中 秦孝花有多尴尬呀 摸了摸下巴 又说 听消息是 打架休学了一年 你说 他是有多糟糕呀 医中啊 也有过女校吧 大多形象很猛 跟正常审美的美女比呀 差别大过天 寸头少年闷头笑 唉 好像是刚来云场 别是看秦孝花在意中 他才死活要尽的 徐瑶光拿出笔记本 啪的一声扔到桌子上 淡淡开口 话后不成反泪拳 铃声还未响 高阳拿着教案 提前进到班级来 喜气洋洋 今天 咱们九班 加入了一个新成员 大家欢迎 话音刚落 九班就传来了 窃窃私语声 寸头少年做好 拿了本书 往徐瑶光的背上戳了戳 唉 这么巧 他竟然分到我们班了 徐瑶光靠在一辈上 双手还胸 他眉眼生的俊朗 眉头簇着 表情看起来 有那么几分不爽 唉 怎么说乔生 你认识新来的同学 哪带女的呀 乔生的同桌凑过头来 充满心味 高三一时 各科老师抓得也紧 也就这么点乐子了 一听这话 后排的一堆人 凑到一起 女的 唉 不过 你们别期待了 小生 手搁在桌子上 抿着嘴唇直笑 他没提 那个新同学 是秦宇的姐姐 秦宇 是被徐瑶光 画到他们圈子的人 且徐少 对秦宇的心思呀 也不是什么秘密 怎么说呀 一听是女的 后面几排人 显然是激动啊 他是刘吉生 宁海村人 悄声摇头 宁海村你们知道的 省三大扶贫地点之一 听完这话 一群少年的心思 顿时歇了大半了 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了新闻上 那些面瘦饥黄的孩子模样 对新同学 瞬间没了期待了 他妈的悄声啊 不但你这样的啊 都不给我一个想象的空间 隔壁的少年 长腿伸在过道上 高阳说了一句 却没见秦宇进来 他又偏头 深色温和 秦宇 快进来 秦宇还在教室边上 手里抱着一套校服 还有几本书 他单手抱着书包 校服就放在书上 另一只手拿出了手机看 他手机上的联系人少 是顾兮迟的消息 秦宇看了一眼 就随意地塞回了兜里 听到高阳的声音 他抱着书跟校服 往教室里面走 乔生转着手中的笔 压低了声音 哎 徐少 你说他该不会是 害怕怂了吧 我搜了一下 宁海的教育也不好 他也真勇气可嘉 竟然敢来一种 徐遥光低头看了眼手机 然后拉开椅子 站了起来 秦宇小提琴训练 我去一趟里趟 徐遥光最初看上秦宇 就是因为秦宇在开学典礼上的小提琴表演 把小提琴拉得这么美的人 分外招人 徐遥光 徐遥光从后门出去 于从前门进教室的秦宇正好错开 他这也太让人嫉妒了 乔生可没徐少这么大的胆子 郁闷地开口 我也想去看秦宵花拉琴 新同学有什么好看的呀 他伸腿 踢了踢同桌 想要找到知音 同桌没说话 而教室里也陷入了诡异的安静 借借思雨瞬间消失 一个个都愣愣地看着讲台 悄无声息的教室里 昭显着他们的惊恶 我是秦宇 秦宇换了只手包书包 左手拿了粉笔 在黑板上写了名字 分明是挺有礼貌的 几分明显又收敛的乖力 可能漫不经心的动作 随意却又分明带着 不慎明显的狂 酒班还是没人说话 很安静 高阳指了一个空位 笑眯眯地道 你从那里 林自然 你下课 给新同学介绍一下校园 扎着马尾的少女 一个机灵回过神来 他脸红了红 然后站起身来 让秦宇进去 乔生还有后排的几个男生 没期待新同学 但也在心里大概勾勒了 依照新闻上 面朝黄土被朝天的 皮肤肯定是不好 粗糙又暗淡 气质也绝对比不上秦宇 然而现在 这些所有的幻想都被推翻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小蕊 后期制作 季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六十二集 对秦宇的了解 仅限于他跟宁晴 还有林家的关系 家庭背景简单 父母离异 玩政治的 谁没几个城府 封楼城 可不像是个好人 回去 成俊伸手拿了外套 我重新看一遍三年前 宁海镇712的郡宗 秦宇从医院回到学校 差不多天黑了 学校大门外的路灯亮着 林锦轩就站在路灯下 修长的身影 背着路灯下 挺拔清俊 此时正是第一节 常课晚自习 很多学生 趁这个时候 出来吃夜宵 林锦轩长相扎眼 吸引了不少的目光 看到秦宇从出租车上下来 他轻微的皱眉 目光又转向他的手 手上的伤没事吧 不妨碍日常生活 秦宇没梢一条 那 林锦轩不太愿意跟女生相处 若此刻换成秦宇 那肯定会吵得哭诉 那他就顺势把银行卡给他 换成秦宇 对方仿佛没事人一样 境格差异太大 林锦轩无所适从 你手机上有电话 遇到困难了 记得打给我 林锦轩叹了声 想想宁情的态度 他对秦宇这样 也不难理解了 这张卡纳号 想了想 又轻轻拍拍他的脑袋 尽量放缓声音 晚上吃了没 秦宇避开 依旧挺酷的 字不多 眉眼脸着乖丽 不远处 秦宇跟一行人站在一起 明川 他在家里知道林锦轩 要来学校看秦宇 也就让司机把车开过来 说自己卷子丢在班级了 秦宇身边那个人是谁呀 真帅 好像有点眼熟 秦宇身边的娃娃脸 小声开口 秦宇没有说话 指尖用力掐住手里的书 林锦轩速难接近 他花了几年时间 才能接近林锦轩 平日里都是他黏着她 何曾见过他 主动对人亲近呢 这一幕可真是碍眼 他就不明白了 秦宇除了那张脸 一无是处 他这么努力学习 努力学小提琴 可秦宇他什么都不用做 身边的人怎么都就偏向他呢 秦宇似乎跟林锦轩话不多 没几分钟就进校门了 林锦轩看了他的背影 好几分钟才开车离开 我们走吧 秦宇没回林家 也去了班级 他低头看了眼手机 目光沉沉的 秦宇没有直接去班级 门卫大叔叫住了他 秦宇 你过来 有你的快递 秦宇长得好看 门卫大叔认识他 最近进出 门卫大叔们都很关心他的手 每回都多问几句 呃 东西有点重 门卫大叔颠了颠箱子 我帮你送到寝室门口 让宿管阿姨给你送上去 说着 他十分轻松地拎起了箱子 秦宇本来想说自己拎可以的 但大叔十分热情 他摸摸下巴 笑了笑 微微偏头 啊 您帮我送到班级吧 好嘞 今晚 班级里只有一半的人 因为下课 散散落落地坐着 林思燃正跟夏飞讨论习题呢 看到这 立马放下书 接过纸箱 跟门卫大叔道谢 又问 然然 这是什么 给你的 秦燃坐回椅子上 靠着墙 翘着二郎腿 漫不经心的 他在桌子里 套了本外文的时间简史出来 本来还想掏个糖 想想自己的手又算了 林思燃眼前一亮 哇 那我现在可以拆开吗 送给你的 你想啥时候拆都行 秦燃翻开书 林思燃立马朝前桌要了刀片 拆盒子 其他人文言都过来看热闹 就连乔生也坐到了林思燃椅子边缘 快点 要上课了 看起来有些大 是娃娃吗 看看咱们秦大佬 送了你什么礼 说这话的人是乔生 他一句话还没说完 猛地停下来 声音戛然而止 抬头 浪浪地看向秦燃 本来凑过来看热闹的人群 也陷入沉寂 秦燃速来不好接近 可是接触久了 就会发现他人很好 不像徐妖光那种高冷 居然千里之外的冷漠 来看热闹的还是女生居多 男生也有 但除了乔生 没人敢这么近的 都远远地隔着两层人笑看着 现在要说网上的流量明星 严夕绝对是第一个 作为实力歌手呀 她的长相放在那群 只看脸的流量明星中 也是鹤里鸡群 可她真正火的 是五年奠定音乐圈的实力 五年 出道开始 她的第一首歌 就拿了花语奖 第二首歌 即国内红过之后 在国外引起一阵潮流 她每年所出的专辑不多 作为一个专业歌手 她每年顶多出十首新歌 每首都是金华 她的风格多变 暗黑 摇滚 智域 情歌 小清新 什么都成 出道以来 她共发了六本专辑 她的专辑大多都限量 一开售就直接被抢空了 阎西的粉丝千千万万 可真正集齐了 她所有专辑的粉丝 没多少 尤其早期的专辑 基本上绝技了 眼下林思然手中的纸箱里 整整齐齐地摆着六本专辑 最重要的是 这六本专辑上面 还摆放着一个有着底座 上面是喇叭形状的奖杯 国内都知道 三个月前 阎西拿了国际最高荣誉奖 格莱美 这个消息爆出来的时候啊 阎西让微博服务器 瘫痪了两个小时 国家台点名赞扬 国内拿到这个奖项的 不超过五个人 他们都是老艺术家 当中还有音乐团队 阎西 是第一个凭着他个人风格的歌曲 拿到了这个最高的荣誉 网上那么多人 黑他长得像女生 黑他背后有金主 可从来没有人黑过他的实力 这格莱美的奖杯 就是喇叭形状 微博上吵了基本上一个星期 几乎人人都知道了这么一件事 沉寂了一分钟左右 夏飞指着那个奖杯 这 这是 乔生清了清嗓子 秦燃也在疑惑 就几本专辑 没这效果吧 他割下了书 稍微歪了歪脑袋 就看到放在专辑上的奖杯 他 无语 我在网上 找人订做的 秦燃沉默了一下 然后把奖杯拿了下来 手指搭在喇叭上 沿着边缘敲着 专辑是你的 他说完 人群也仿佛被戳破的气球 砰的一下炸开了 哇 是我老公的专辑吗 天哪 还有他的海报 我当时顿点堆了两个小时都没买到的 竟然还是签名版的 啊 李思燃你干什么 你给我看一眼 我就看一眼 这些女生也顾不得怕悄声了 把她挤到一边 直到上晚自习的灵响了 这群女生还没停下来 管纪律的男生喊了两嗓子 见没人理他 又摸了摸鼻子 坐了下来 坐在后面的人眼睛盯着门外 叫导主任来了 好通风报信 等人都不关注自己了 竟然才点开微信 找出一个头像 面无表情地发去四个字 脑子坏了 班里基本上都在讨论专辑 一群女生叽叽喳喳的 就连男生也有人在小声讨论 无言的脸色不是很好 他也是这次演讲比赛的队员之一 眼下 他拿着笔坐在后面写稿子 查资料 周围的人却在议论秦冉 议论专辑 议论严谐 快点整理演讲资料了 过几天就要开始了 又悄声在 他不敢得罪秦冉 只站起来说了一句 林思冉立马让秦冉帮忙照顾专辑 就拿着笔和笔记本 去后面讨论了 站起身 又停下来 啊 然然 你来不来啊 不用 秦冉把手机扔在桌子上 还是那个回答 你们写好 我到时候帮你们念就行了 校室后面 无言听到这句话 撇了撇嘴 手中的笔捏紧 他微微地抬头 看了眼拿着笔认真写字的徐瑶光 对方刚把目光 从秦冉那里收回来 没有说话 无言更是郁闷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小蕊 后期制作 记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六十四集 四日中午 秦冉去校医室换药 成俊本来在跟人打电话的 看到他的时候 浪了一下 陆赵颖送走一个女学生 也凑过来 笑 嘿 秦小冉 你今天换风格了 好看 秦冉今天穿了件有些长的T恤 不是他以往的那种白色圆领 料子很软 玫瑰色 轻飘飘的 有些长 距离膝盖十公分 下摆绣着细碎的白色花边 他平日里都是轻一色的黑白分明 听老成的颜色被他穿出了个性 依旧好看得不行 偶尔穿了件其他颜色 更是极其扎眼 这玫瑰色 更是衬得他一身冷艳 肤色雪白雪白 黑色牛仔裤裹着的腿 又长又细 其实啊 明明也挺简单的衣服 不华丽 可还是被他穿出那种 吊儿郎当的腿来 嗯 秦冉坐到椅子上 中午有个演讲 我得上去卖了 衣服是林思冉的 林思冉嫌弃他的校服裤子 偏要给他换衣服 还要给他化妆 后者被秦冉强烈反对了 成俊今天挺沉默的 只慢吞吞地给他换药 估计是他手上 没再次出血的原因 秦冉不太想去演讲 想想 下面坐那么多人 光是那个场面就挺糟的 他在校医室磨蹭了好久 才去综合楼 他几乎是踩点到的 阶梯教室果然人多 大大小小加在一起 接近两百人 吵吵嚷嚷的 蜜蜂一样 这里的人都非常紧张 这次演讲是有分数加成的 省级演讲 拿名字能写进履历表 以后填报志愿 还是其他都拿得出手 旁边还有两个新闻社的记者 扛着摄像机记录 阶梯教室气氛紧张 所有小组都在激烈地讨论着 怎么应付问答 人群都在躁动着 气氛十分紧张 林思燃今天早上 把资料给秦燃了 秦燃全都翻了一遍 演讲稿他多看了几遍 林思燃等人占了位置 在第四排 秦燃一眼就找到了 把袋子放到 他们给他留的位子上 我去一趟洗手间 对于这种事 秦燃是半点紧张感也没有啊 他去了一趟卫生间回来 演讲次序属于抽签式 林思燃抽到的签一般 不占便宜 第四个 秦燃做好 他清了清嗓子 打开袋子 准备拿出演讲稿再看几眼 却发现袋子里的演讲稿 跟幽盘全都不见了 秦燃抬手把袋子丢在了桌子上 压着的嗓子都在冒火 人群吵闹着 他每个字都透着烦躁 刚刚谁来了我的位子 几个女生是连在一起坐着的 吴妍就坐在她的右边 并不理会她 林思燃坐在她左边 她本来拿着笔 不停地在笔记本上修改思路 听到秦燃的话 她慌了 侧过身来 翻了好几遍 演讲稿怎么不见了 我明明帮你放进去了呀 吴妍 你们有没有看到燃燃 这里的那个演讲稿跟幽盘啊 林思燃又抬头询问吴妍等人 其他人均是摇头 吴妍笑得讽刺 演讲稿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心血 你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丢了 啊 帮我找下吧 林思燃皱着眉 可这时候又不想起内讨 其他几个女生也在左右翻找着 丢盘里只是幻灯片 可演讲稿却是整理好的 足足有四页纸 是他们所有人的心血 要是丢了 那他们今天准备的这场演讲 就毫无意义 在这一瞬间 林思燃忽然明白了秦燃的火气 秦燃的袋子 是他特地准备的考试袋 上面有扣子 不可能掉的 一定是有人故意拿走了 拿走东西的人 明显是针对他们 或者说 是针对秦燃 但是林思燃不得不承认 那个人的这一招 真的管用 他们的演讲稿不见了 拿什么上台 怎么回事 徐妖光跟几个男生 坐在前面的一排 听到声音 回过头来 眸光清冷 他一向难以接近 声音疏冷清缓 林思燃站起身来 在地上找了一圈 他十分着急地 看向徐妖光 我们的演讲稿 跟优盘丢了 徐妖光这一行人 显然没有想到 林思燃气得眼睛都红了 他往四周看了一圈 不知道这事情 究竟是谁干的 我们先找找 徐妖光冷静下来 他站起身来 去走廊外垃圾桶翻翻 乔生为他马首是瞻 在班级里极有微信 他一开口 几个人就站起来出去 吴妍也站了起来 他看了徐妖光一眼 抿了抿唇 徐妖光对秦燃 意见一向很大 一开始的时候 班级里的人都知道 徐妖光挺看不惯秦燃的 谁知道这还没过去多久 林思燃让秦燃 来念演讲稿 徐妖光也没有拒绝 现在演讲稿 在秦燃的手中丢了 他没指责就算了 竟然还帮着他找 几个人都出去帮忙找了 自己不去 太突兀 吴妍没忍住 就多看了徐妖光一眼 对方低着头 正在问秦燃什么 他收回目光 也跟着几个女同学 从后面出去 演讲已经开始一段时间了 一般的演讲人是秦宇 这一点也不意外 他拿着纸 咬字清楚 听得都挺认真的 往下扫了一圈 看到本来一直看着 他的徐妖光 忽然从后门出去了 身侧跟着秦燃 秦宇的脸上笑容一致 又很快缓过来 演讲完毕 评委问了几个问题 他一一答了 小组其他成员 又上了几个代表 接下来 是评委 互相讨论 打分的时间 秦宇下来 坐到自己的位子上 他坐在第三排 跟徐妖光隔得很近 酒班的人怎么都出去了 秦宇顺着后门看过去 若有所思地开口 好像是秦燃把U盘 跟岩浆搞弄丢了 坐在一排 酒班虽然动静小 但是基本上 差不多都知道了 秦宇扭过头来 挺诧异的 岩浆搞丢了 那秦燃这次麻烦大了 两边的新闻记者 摄影机都架着呢 稍一出差错 丢脸就丢到 全校师生的面前了 秦宇担忧地开口 嘴角却轻轻地牵了牵 酒班的几个人找了一圈 最后 在垃圾桶里找到了 被撕得粉碎的演讲稿 还有浸了水的油盘 林思燃咬着牙 这人明显就是在 汗燃燃 怒气燃燃吗 垃圾桶站了一圈人 都沉默了 这明显是冲着秦燃来的 显而易见的恶意啊 吴言不由开口 冲着秦燃 现在好了 我们班的演讲稿没有了 吴言 你别说了 有人看着秦燃靠着墙 手中捏着矿泉水瓶 面无表情的样子 不由拉了吴言的袖子 我为什么不能说 早就说不上他来了 他就是害我们的 徐妖光朗朗地看他一眼 吴言敏纯 没说了 评委已经打好了分了 下一个就是他们班 徐妖光看了秦燃一眼 想了想 低声开口 林思燃 你把你的笔记本给我 我上去吧 我上去吧 演讲稿 他也负责写了一部分 全程脉络都是他理的 每一点他都记得 就是没那么多渲染跟细节 在没有稿子的情况下 没人比他更适合了 不用了 秦燃看了无言一眼 李李自己的衣摆 伸手捏扁了矿泉水瓶 里面没水了 砸在垃圾桶里 发出了哐的一声响 最后落在垃圾桶里 他抬脚往前走 头也没回的 我上去 我去就行 徐妖光往前走了一步 算是急性发挥 一个不好 就要在学校 以及所有摄像头面前出手 面临的压力特别大 酒班其他人都觉得 现在这个情况下 好像只有徐妖光最合适 林思燃也反应过来 想要用手拉住秦燃 是啊 燃燃 你别一起用事啊 这件事也不是你的错 要许 只是 手却没能拽住秦燃 秦燃脚步没钝 他朝林思燃挥挥手 轻声说 你放心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夫人 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 一路繁花 演播 一念成魔 戴脚蕊 后期制作 寄 喜马拉雅 独家出品 第三十六集 秦燃则是摸着下巴 看着陆赵颖 认真思考这个可能 你当我爸爸 太年轻了 那哥哥什么也行啊 我们说好了 陆赵颖 整了整衣服 很满意 又问 刚刚你那个同学 跟你一个班吗 成俊面无表情地 看他一眼 两人商量了很久 直到吃完饭 陆赵颖意犹未尽 突然感觉到 成俊的目光 成俊眉目如画 挺和善的道 我怎么没听说过 京城沙发果断的陆赵 这么热心啊 陆赵颖却脚软 他又挠着挠着脑袋 啊 君爷 秦小冉确实好看 一见面我就被他惊艳到了 可我对他 真没那种意思 给他几个胆子 他也不敢啊 秦燃说得挺淡然的 星期六开家长会 没人去 但陆赵颖却觉得难受 很莫名的 他堂堂路上 何时顾及过别人的感受 可秦燃在这的几天 他一句话都没提过家里人 甚至他负责两个人的饭 他连他的资料都没查过 要知道 他们两个人的厨师 是要经过层层筛选的 成俊本来也是随口一问 听到这里 却证了证神色 微微思索 继续说 陆赵颖挠了挠头 摸着耳钉 神色有理 我就是 觉得他有种莫名的清静感 反正我说不出来 要不然 我当时吃饱了 没事跟你一起去 威胁他妈妈呀 清静感 成俊黑了脸 继续笑 不是 陆赵颖 腾得一下子站起来 脑中灵光一闪 我觉得他很像 翻来覆去的 他还真想起一个人来 是像我妈 俊爷 陆赵颖 估摸着 不给俊爷一个解释 说不定 不到今天晚上 他可能 就要飞到 非洲去挖矿了 像他妈 当然是随口揍的 但是 陆赵颖 暂时想不起来 具体哪种熟悉感 来自于哪里 成俊面无表情地 继续看他 一双眼眸 浓俊地像墨 但陆赵颖的头皮 却要炸起来了 他灰溜溜地 把三个人 吃好的碗筷收好 那 俊爷 我洗完了 嗯 成俊收回目光 听不出喜怒 窝在厨房里 透气的陆赵颖 松了口气 碎碎地念着 脑子里 还在思索 那份熟悉感 来自于谁 林家 秦宇这两天 一直在练小提琴 从晦瑟到熟悉 林婉嫁的是京城 秦宇知道 他姑姑嫁的家庭 在京城 有个什么地位 别看 林家在云城 算得上是豪门 放到京城 就不值一提了 既然有这个机会 他怎么也会 死死抓住 除了上课 学习 秦宇连吃饭的时间 都很短 基本上都在秦房 楼下 林锦萱今天回来的晚 吃饭的时候 才发现秦宇不在 宁晴笑得开心 宇儿啊 他在秦房练琴 我待会儿给他送饭 他最近小提琴 拉得很有进步 林锦萱没想到 他这么刻苦 他也听过林婉 说起京城老师的事 不算是太意外 吃完饭 他去二楼书房 琴房的门没有关紧 路过琴房的时候 里面传来低沉的声音 他听过秦宇谈的小提琴 可是从没听过这种的 脚步顿了顿 秦宇放下小提琴 一抬头 发现林锦萱就站在门外 有些惊喜 哥 你怎么回来了 林锦萱将手里的手机 塞进兜里 温温尔雅地笑着 声音也温和 月儿 你小提琴进步不少 就是 少点感情 多练练就好了 林锦萱从小弹钢琴的 因为都懂音乐 林锦萱很少夸他 顶多是 他问她的时候 他点点头 说还行 这还是第一次 林锦萱主动地夸他 秦宇抿了抿唇 然后笑 谢谢哥 这是我自己做的曲子 不过还需要改进 有时间的话 我可以请教你吗 你自己 林锦萱有些轻仰 这曲子又仓又朗的 格局有些大 听起来太不符合秦宇了 秦宇点点头 嗯 只是 还需要改进 是需要改 整体风格太不适合 你把简谱给我 我给你看看吧 林锦萱看着秦宇 有些意外 不过 你很厉害 最后 又忍不住赞叹 秦宇只是歪着头笑 次日 上午第二节大课 秦宇陪林斯然 聂飞去拿彩色粉笔 高三了 愿意搞这些板报的人太少 只有星期二到星期三两天的时间 非常急 林斯然 只找到聂飞一个同伴 聂飞负责画画 时间很挤 林斯然就拉着秦宇一起去 去拿彩色粉笔的时候 林斯然偏要秦宇跟他们一起 吴言去办公室拿英语卷子 正巧碰到秦宇在那屋里试卷 他便在办公室门口等秦宇一道走 在走廊的时候 看到秦宇跟林斯然在楼下 正从综合楼往教学楼走 其间还有高二的男生 光明正大的给他递情书 想起昨天发生的事 今天来学校 乔生也没找他 星云抿了抿唇 似乎不经意地问着 你们班的乔生 跟那个新同学怎么样 你说秦宇啊 提起这个 乌言表情也十分复杂 乔生挺照他的 班里没人敢跟秦宇过不去 从上次那一大罐棒棒糖 到昨天乔生要收拾蒋寒那群人 久半都没人敢小声议论侵然了 这样啊 纵使料到 秦宇脸上也说不出来什么表情 他跟乔生说起来算不上手 主要是因为徐妖光 乔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一副二代 却跟着徐妖光屁股后面 秦宇是通过徐妖光认识乔生的 此时却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只沉默着 乌言见秦宇还看着楼下走着的秦宇三人 也低了低头 撇嘴 语气含着酸气刻薄 是我们班的板报 没人愿意做 老高找了林思染 聂飞是会画画 也不知道秦染掺和进去干嘛 他会啥 鞋子跟狗爬一样 被搞砸了我们班报评比 秦宇走在一边听着 思绪却在飞扬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